那現在我們還是回到cos similarity cos similarity 這有講過 cos similarity 有沒有 好啦 基本上就是深度學習常常用到 就是cos similarity 就是兩個項量 我們如果不管長度 或是把長度 normalize 到 1 其實就是cos cos c 檔 就是兩個 dot 就是當兩個距離都 大概長度都 1 所以它其實相似度就是兩個相似成 dot 可以嗎 dot 黃老大這樣可以嗎 那 dot 就是 那如果看的話就剩下角度 可以嗎 就是cos similarity 就是cos similarity